作為一個研究者 作為一個研究者 我們希望看到一個研究者 其實他自己有一個很清楚的一個路面 知道自己下一步是要做些什麼的 而第二樣東西就是一個問題解決的能力 我覺得有時候 還有作為研究者 我覺得有時候也不只說一些 覺得那間公司一些好東西 我覺得有時候去分享一下 有些什麼 potential obstacles 或者有些什麼難處 還有你想要怎樣解決它 其實都是一些我們作為投資者都會想聽的